Alaso海桃开箱 Hello 大家好 我是Amy 今天要做的是Alaso海桃开箱 Alaso呢 是一个台湾的海桃网站 就是你可以在那个网站上面 买到很多的日韩货物 或者是台湾的零食 台湾的化妆品 应该也是有它做的 对于我们这些 远在美洲的 苦逼的 就是 日韩的东西真的超级难买 当时我是看Raini的视频 看到她有在Alaso 买东西 就说啊 这么好 居然可以免运费 然后还打折 然后就二话不说 点上了那个网站 这就是我收到的箱子 非常 其实也没有很大 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它给我装的好像还蛮紧实 因为我买的东西其实不少 但可能因为都是化妆品 我也没有觉得它非常的重 可能包装还不错 但我都没有拆开来 它上面写的是get 然后价值写的是大概 1500还是150台币 价值就给我写很低 以至于完全没有收关税 这让我非常的开心 但是我要声明两点 在Alaso买东西 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它真的超级满 我4月4号付完钱下单 现在我拍视频是5月19号 等于说我等了一个半月 它网站上面写的是说 它备货时间是要15到20个工作日 可是我等了26 26多个工作日 才上面显示说 我所有东西都到货了 比较急的小伙伴就 考虑一下不要在这个网站上买 但是如果说对时间没有什么要求 如果只是想买东西的话 然后想要价格相对比在北美便宜的话 就不要犹豫去吧 好 这话不多说 现在来开箱 其实我自己都已经 久到不太记得买了什么 哇 它包得非常的密实 完全不透风那种 难怪体积可以压这么小 然后上面每一个包都非常好 每一个单品上面都有泡沫 就是塑料泡沫这种防撞机的 超开心 好多 好猛 我们一个个来拆 看看我买了什么 好像收礼物一样 明明是自己买的东西 明明是自己买的东西 可是却完全不知道买了什么 我来拆第一个包住啊 我来拆第一个包住啊 这什么 哦 成也医生的那款吧 零毛孔颈菇化妆水 可以看到吗 这个 非常非常多美妆博主推了一款 因为我鼻子两边的毛孔真的 有点可怕 反正我自己看的有点可怕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用起来了 看看好不好用 比较大部分多 如果 如果你不知道带勾 但是买不到 或者是要去韓药妆店 可是那里的质量就拿出 真假难以辨识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 在那些店里面 买了东西都买到假货 所以就 不太保险 就海拉松网站 它背货时间比较久 是因为它基本不会去 那个库里面存货 它会说你下了单 它就直接从日本韩国帮你进货 所以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 给顾客一个相对比较安心的点吧 因为你知道它是直接去帮你下单去货 哦 CPV CPV 这个真的是 贵到我在多人多 真的是 很不下心来 下这个单 这个我记得当时官网是打巴 只要妈做活动四月初的时候 然后反正价格是比这边便宜很多 这个就是 它那个 非常有名的日霜 然后 里面写的是 肌肤之药 是药 我把这个字点 光彩防固精华乳 STF25 STF25 我是有一点点懒 我不喜欢每天都擦防晒霜 除非我一定要出门 我才会说化妆天擦防晒霜 因为我的房间落地窗非常大 然后 每天紫外线还是会照射到 于是 皮肤应该还是会受嘴伤 所以 买个这个给我这个懒人用 改善肌肤 暗沉 使肤色 红润 因为我的皮肤也是 有点黄黄的 所以 希望它会有效 好 好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柠檬孔化妆水 刚刚那个是 价格是 995台币 那加密质喝起来 就差不多45包的样子 然后 CPB 防护 精华乳 就是186包 可是在这边买 我记得是在网上查的是 197.29 那加完税之后 差不多就是220包的样子 所以就差不多便宜了 30包 但好白还是便宜哦 对不对 后面对不对 反正等我真的超级的比赦 30包也是钱啊 下一位选手 好 我们到底一点点 雪花秀润造精华 我之前有两次有 然后他们每个人都用了 其中就用完了 然后他就说 不行我一定要再继续买 一不用那个皮肤就 跟那个用了的比差很多 所以我就说 啊 这么神奇 不打折的话 我也一定要买一罐 这个也是加拿大官网 Mostrum 他们是有的 可是 嗯 价格就相比起来的话 可能这个打了折的话 会比较便宜 价格当时是付了 133刀 我有付那么多钱吗 我觉得没有耶 唉 我也不知道 反正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反正是比这边便宜啦 好不负责 这个是什么 哦 这是他们送的 礼品 我们最后再看 我们现在看这一盒 这个是什么 啊 Albion 的那个 60周年健康化妆水晶全足 哎 我这两天锻炼过度 我现在右手机无力 真是好 好痛啊 现在用这剪刀的 我的二手机 在抽锤 我感觉每个东西都包都要死两层 好 全都是糖咯 这个我听说 我没有用过 但是 我之前有个室友他非常挑 他就跟我说是味道他受不了 说是酒精味很浓还是什么 很臭 不知道 但反正这个也非常多人推 滋润保湿 调理肌肤油水平衡 滋润保湿 我觉得所有的你要美白要去痘 要去皱纹 的前提就是一定要保湿 所以 我还买了蛮多保湿产品的 虽然我很想美白啦 但是我觉得 美白真的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真的很难快速见效 我就是那种 如果没有办法快速见效 我就会瞬间失去信心的人 所以 我还是要好好保湿吧 擦擦擦 60周年礼盒 我要拆开吗 拆开好了 这个礼盒 我会骂他 骂他里面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 很朴素的包装 5 5 3 2 1 因为 之前室友跟我说 他的味道很难闻 所以我就不敢买大罐的 然后 刚好看到说 有这种小罐的 刚好可以 我就想要施敷嘛 然后他有送这种 一颗颗 滴滴滴的 面膜压缩 或纸 不知道 就感觉很适合师傅 想说师傅 应该先看看 对我的毛孔啊 或者是油水平衡 有某什么帮助 好我觉得已经 要结束了 拆离度要结束了 我这次一点都没有吃的公司一点都没有买 但其实 我不看到他们有买 鳳梨酥牛渣糖真的好行动啊 就是像这种健身减肥一万年的来说 好健身减肥一万年 忍住了当时 而且还蛮贵的 那真的是 吃货的同学们 的老伙伴们 你们可以考虑下一单那个 樱桃 樱桃离爱什么 我开始的那个牛渣糖网 超好吃的 就有人送给我们下一些 就有吃过 这个奶酱 是没话说 好 好又来了 这个就是那个 贵的可怕 贵到抽搐的东西 刚刚才说我不想美白 但是这个就是针对美白 还有痘印 我脸上有一些 痘印 很讨厌 要好好下一单多吃 然后呢 这间朋友推荐我 他简直就是美白达人 他超级白 他没有化妆都 哇 整个人摆得到 羡慕 忌妒恨 然后他跟我说 这个对他超级有效 陈衍医生的 377VC Extra Deeper Formula 陈衍医生 陈衍医生 可亮白肌膚 让肌膚散发透明感 透明感 透明感 痘印去掉 这个才多少才18克 让我抹全脸的话 大概 两周就用完了吧 我妈呀 一百刀 两周用完我心痛了 最后我买的东西就是 这个 大家都有份的 那个化妆棉 二分之一神水化妆棉 可以节省 基于买的东西都那么贵 不节省的话 对不起 辛苦 不是我自己赚 爸爸辛苦赚来的钱 所以 买个来试一下 好 我买的东西就这样 全部看完了 包装袋就这么多 这里送了一个什么 书名书 这是什么 哦 我的订单 你看 哦原来是给我订单 它有一个个就是 Chad说 然后我要买了这个 源头的泥刷 但是就没有了 看得到吗 还有对比 原来不是礼品 我还以为他送我 那么大包礼品 原来不是 就是我买的 我买的眼药水 戴美瞳的时候可以滴的眼药水 这个 这个之前 还蛮有名的那个什么 冰花眼药水 上面说 你戴的时候 你的美瞳不是这样一个碗状吗 然后你可以在碗里面滴一滴 然后带来一件 说 上面这样想 不信 清凉感 是1 Level 1 就是说最低级的 嗯 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 有试 就是我用清朗感很长的那个 有时候眼睛不舒服的时候 第一句有点刺激 好可爱 等一会 哦 好可爱 这是少女星爆棚的商品 这不是这样方的吗 这样 逆时针转 哦开了 哦里面是这样子的 哇 是不是设计 太猛了吧 好 现在可以不要用 好 这回是小样 他送了我两个 SK2的 Atmosphere CC Cream UV SPF 50 好 好 试试看好不好用 哦 然后他送我Foundation 你长这样 你看看 哦 哇 这小样做得很 很到位耶 里面还有一个 好可爱的 海绵 啊 啊 咪咪版 从来没见过你吃咪咪的 那我现在不想撕看 去哪送我本 SBF 呃 40 420是色号吗 不知道 看不懂 全是日语 哼 Estee Launder的口红 好是粉嫩的那种 嗯 嗯 樱花 桃红色 它感觉是纯蜜吗 感觉很黏耶 饱和度 好像感觉会 黏黏的 然后有一定的 闪光 诶 里面有亮片 我现在有脱窗口 会有叉眼神 好亮哦 哇 你知道这是什么 蜡烛的那个盖子 有拿到 诶 很少女耶 里面有 亮亮的 然后嘴巴像果冬一样 味道有点像 蛋糕 嗯 水果蛋糕的那种 奶油的感觉 还不错 就水里面 挺好看的 色号是 jealous jealous blush 230 这次开箱 就结束了 就来说一下这次网购 海淘的那个 心得吧 其实这次阿 搜网上海淘 有两个小波折 因为我之前 四月中班家了 然后 我没有想到它要那么晚 我想说 哦 没关系 反正我五月底 呃 四月底房租才到期嘛 我就写了当时的地址 可是 我四月后中班了之后 它就是一直都处备货 然后我想说 啊 完蛋了 我的名字可能要从那个房子注销掉了 然后 我的快递 就会被拿不到 我当时就 很绝望 就去网上看找客服怎么办 他们是让我在微博上 私信给他们的微博账号 然后我想说这种 海淘公司 会真的认真回每个人私信吗 我当时就存有一点 怀疑的心理 但是我还是去了 给他们那个阿拉奏 台湾什么 小魔女 忘了全名是什么 就是给他私信留言 就说 啊 我这个单 我地址可能要换 因为我搬家了 然后我给他留心地址 他没有马上回 因为有时差 当时是他们晚上 没有想到 第二天 他就帮我改好了 就是怎么可以 这么高效率 这么快速 就帮我解决我这个 心头大 困难 就觉得啊 一个石头落地了 阿拉奏非常好 完美的解决了 我给你们一个赞 另一个波则就是 你有看到 我那个韩国源头刷 他没货了 就停货了 第一点不满意的地方是 一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 这周下了单 那好 你这周帮我订货 你订货的时候 肯定知道有没有货 对不对 然后你那个时候 如果知道有没有货了 你会说不早点告诉我 一定要说 等到二十五个工作日过去了 其他所有日本产品都到货了 感觉已经可以发出来了 突然跟我说那个停货了 这是我有点不懂 就是 你一定要到货才知道 有没有停货吗 然后呢 这个货没了的话 就要涉及到一个 退钱的问题 一开始在阿拉奏网站上 下单的时候 他会问你说 如果你有东西要退的话 你选择退款式说 你是要退款到你的信用卡上面 或者说 你退购物金它加3% 返还到你的账上 因为我没有截品 我就没有印象 毕竟也是一个半月前的事情了 但是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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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写的是 我要返还到信用卡 我不要购物金 但是后来 他跟我说没货之后 然后我被他申请推款的时候 我要退钱 他就说我系统上 记录的时候要返还购物金 我当时完全没有印象 我也没有截图可以证明 这一点其实我有一点点不满意 就是他说系统统计了 就没有办法再改 比如说我当时选了这个选项 那你在订单里面 最后你查订单的时候 应该要显示说 你当时选了这个选项 他必须说当时选了这个选项 然后就没有任何信息可以追溯 其实自己心里有在想说 是不是他在帮我改地址的时候 然后一不小心改掉了还是什么的 这是其实我不知道 所以就是 不会给顾客一个疑惑在那里吧 可能的确我当时选了 但因为没有任何的信息可以追溯 没有证据 以至于我现在心里有这个疑虑 其他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 等真的等超久 我等25个工作日 相当于说光是等 他备货就等了大概一个多月 但是呢他只要一出货了 11周之内就送到 就是他我记得他是周二 周一给我发出来了吧 现在加拿大是周五 又已经送到 所以这个送货速度是非常快的 这个时间在 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大家就看看说 可不可以有耐心等 这么久来拿到这个货 以及大家注意在选择 到时候退款是要 退款现金还是退款 购物金的时候我建议大家 结一个图 这样子以后 什么退货纠纷的话 你还是有证据 可以给他们说 你当时选了是什么 所以总体来说 除了时长 我还是满意的 谢谢大家啦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一个赞 如果想要看我更多的视频的话 请follow我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